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 刚从你们干活出来 我这边三天的时间死了二十几只 昨天死的有几多 昨天差不多死了十只左右 他们都是由一个症状导致的 我看总共有多少只 总共有多少只 总共有21只 总共死了21只 然后跟人家说我一起 他都是直挺挺的这样死掉了 我昨天晚上寻棚的时候 看到一只正在死亡的鸡 他就是这样 叫做腿打颤 然后鼻涕上面好像有流点鼻涕 然后呼吸有点不顺畅 然后就死掉了 到这些症状大家可以舒适 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那个 我刚治完球虫 治完球虫 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长毒棕壳症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说它是小批量死 比如说下午一天死个 死个几只 十来只 这个就不需要治疗的 如果说是大批量 一天死个几十只 那你需要去治疗 要花一笔药钱 反正大家一定要注意 治疗完球虫之后容易发生这个情况 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要就分享一些知识点 我得把这些埋掉 这玩意都是钱呀 现在 今天我们这白鸡的批发价 多少钱 七块钱一只 我这二只的话 都是两斤多一只 有三斤重的 三百多块钱吧 也就是扔掉了三百多块钱 我比较懒 三千才才买一次 因为现在天气也不是不热嘛 所以说里面有好多苍蝇了 好 简单了 这玩意买头 也是非常不住的 水热 好 气终于埋掉了 三千几 我先试一下了 早上六点钟起床 关灯 然后回去稍微睡个回中觉 八点左右 出来干活 喂饲料 然后水 然后查看器的状态 休息一会儿 对 刚刚说的那个 长度综合症 我是两万只鸡 一天四个十只 都无所谓 你们要看好比例 千万别人找你一百只鸡 一天四个十只 你给我说没事 那得知道 千万别搞 别搞混了 因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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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依我这边的一个状况 然后介绍给大家 告诉大家什么情况 然后什么到大 大概什么情况的时候 需要止 什么 然后 今天我跟我家里面上来一下 然后跟我叔叔上来一下 我这批鸡卖完 不休息了 完全不休息 那边接着就开始御厨 因为这边有三个孔 又有个孔空的 御厨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养三万只 至少是两万只 然后 养到过年前把它卖掉 然后 可以过个好年了 累一点无所谓 有钱赚 拜拜